最近的新闻除了勾过杯就来举行,有些球员受伤,要退队,有很多新闻 因为球季结束了,很多转会的传闻,早前有很多领队的离任或上任 那还有什么呢?令队的留任也很重要 已经可以说是传了很久的新闻,大家一直估计很久 曼联是否找新领队或者新教练呢? 坦克又怎样呢? 经过了昨晚很多英国媒体权威性的报道 例如PBC首席足球记者Simon Stone Afnetic的David Ornstein和转会大人Fabricio 亦证实了坦克通过了曼联管理层的季后审核 所以下季继续会担任曼联主税 坦克就是流队 同时曼联说曼联也开始与坦克商谈续约的事宜 坦克现在54岁,两年前接掌曼联 当时签了三年,即是那份旧约将会在下年门 即是现在还剩下一年约 在这三年里,领军也在这两季里 领军也得到一次联绍杯冠军 两季都可以获得冠军 特别是今季他们打入了足总杯决赛 其实连续两季都能进入足总杯决赛 上季一比二输给曼聪,屈居亚军 今季进入决赛 屯居亚军是加拿祖和加拿祖 加拿祖和明劳的入球 各建一公,二比一赢回曼聪 赛得今季的足总杯冠军 当时赛前有报道说 无论赛果如何,最终的球队 能够得到冠军也好 坦克都会被炒 因为今季曼联的成绩 表现就认真 最终曼联就赢了曼聪宝杯 也让球会重新 以更正常态度的态度 展开对坦克的 Appraisal 重新用更正常态度去做 其实也说过 之前曼联有很多不同的 都已经有不同的心水 真的想说 传出跟坦克 会否真的 叫做解约 就去找另一些 叫做主税 就去做 其实这个Appraisal 在球櫃结束之后 就已经立即开始了 去到现在 大约用了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终于有定案 整个process的过程 大约 一切都是球会一直都在进行 根据BBC报道 就说曼联就认为 用两个星期的时间 季后两星期的时间 两星期的时间 就十分合理 这个亦是新班主 に入主之后 第一次作出全面线 根据Sky Sports那边表示 曼联就认为坦克上任以来,季季也有杯奉,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成就 而且他也是对于提拔年轻球员有功 甚至有一些年轻球员也成为了一队重要骨幹成员 管理层同意了曼联过去一季的成绩是因为受到严重的伤兵问题影响到的 否则他们一定不会这样 所以过去两个星期也曾经传出曼联接触过不同的领队 有报道指出曾经占sir自己亲自出马 就和杜曹刚刚的季尾离开了拜仁的德国主席见面 双方谈过了,谈了之后就无法达成共识了 最主要是因为,老实说达成不了共识的话,不外乎也有几件事 一来就是权力的分配,二来就是人工,三来就是转会的budget 其实只要是适当一方面谈不够,都是谈不够的,都是不成事的 最终杜曹就谈完之后发觉,似乎都是达成不了共识 除了这件事之外,老实说,讲开刚才所说 那坦克是否真的叫做禁抵炒呢? 好了,根据刚才的报道所说 既然你又找到杜曹谈,最终谈不了 所以最终的决定也是找回坦克去执教的 坦克过去一季的而且戴队的成绩是十分之差的 其实坦克上季,即是第一次上任做曼联的领队之后 或者是主席之后 一路曾经在季初的时间开局也不是好 先是第一场球,主场1-2不敌伯利顿 第二场球作客更加0-4溃败给斌福特 那时候大家还觉得,哎,应该也不错了 更加有些人说曼联港班 谁知道第三场球回到主场双雄会 就是对着利物浦,稍稍变阵之下 收回球队最熟悉的防范之后 结果2-1赢了利物浦 然后开展了之后的成绩,即是逐渐开始稳定 最终上季就得到联赛杯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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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谁知道今季的开局又不好 联赛成绩也很差 你认为曼联应属于那种 顶级球队的霸气 进攻 在攻守方面也觉得是平衡不了的 散烧烧整队球好像 没来神气,好像真性心又不够 各自各踢,没有配合,没有形式,没有默契等等 所有形式都可以放进去 所以令到很多人觉得坦克是否要走 更加曼联今季的成绩 只是排第八位 排第八位 在特色球差还要负数 多久没试过负数 多久没试过负数 到第八位可以说是曼联 这是英超以来 最差的一次的成绩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坦克是否应该要走 结果拿了中中杯冠军 原来救了他一名 其实坦克是否真的这么差 是否真的说到大家 沉白彩 好像是喊喊喊杀 这种人 个人 个人就觉得 一直以来 我都不反对留任他 不反对他留任 我之前记得 无论在 一路开Live 在上半季也好 甚至乎 去到下半季 传他传得 经常被人炒 那些也好 我仍然都是 说了一句 他就说 够胆保证 下一季 都是坦克 会是继续教的 其实有很多东西 首先说一下 正面一点 就是 不要说正面一点 就是说 为什么今季的成绩 那么差 一来就当然 他有责任的 在一些季前的一些收购 就是那些 表现不了出来 就是完全是 例如Mason Munch 开名 Mason Munch 光头拔 这些 完全表现不了 应有的 应该他预期中的 实力和融入程度 Orlana 季初亦都因为不断的 试验 犯错 令到球队都是 送礼 当然 Orlana 季后好很多 下半季好很多 但是 都证明到 其实他不算一个顶级的门将 但是如果你说 叫做普普通通 不是普通 叫做好的 算是可以一个不错的门将 或者这么说 但他不是顶级 Mason Munch 来到之后 定位很不清晰 究竟应该踢什么位置 还要他伤多 是吧 光头8 明显 应销速率方面 是跟不上 以及他不可以 multi tasking 要他只做 做跑狗 没问题 但要他扔 波上来 或者在后场 开始组织的攻势 就十分吃力了 所以其实这些影响到 再加上伤兵 8个中坚都受伤 有多好试过 这些真的不是值不值口 而是 真的出现了 真的出现了的情况 也影响到球队 基本上每场 的后防中坚的组合 都不同 那怎样可以 保持到 稳定的成绩呢 特别 1750 马天尼斯 季初受伤 长头 季中出来出来之后 没多久又再伤 一直伤到季尾 他拍着环拉尼本身 就是一个正选的中坚组合 但只是 今季只出现了 基本上就是出现在 季初和季尾 机场的首尾呼应 其余时间 都是 很多不同的中坚组合 很多脱漏 所以这也能解释到 今季其中一件事 为什么成绩不好 这个也偏良正义 你说坦克是没责任 当然不是 会有 第二件事 个人觉得 纯粹个人 欣赏的 就是他对于一些 被认为不听话 也好 或者是一些 影响 觉得会影响到 根姓塞的球员 也好 是会大刀斧斧的 比如他走新组那一下 我到现在 也是觉得 新组你是不抵爭的 你是不抵爭的 新组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详细的情形 可以看回之前说的那个视频 只是那一句 你就算去到多蒙特 也不见得你好 被人放大了一两场的好球 就觉得要道歉 道什么 你新组都没道歉 你新组跟旧会道歉 差不多 肯去 叫做 加上之前 就是施浪 就是 就是要改的 就是 改革的 就要改的 这些人就是 那 另一样东西 就是提拔了 也可以说是 Jimsir 其中一样 他也是 比较算是 Appraisal里面 比较正面的 也是帮他拿了不少分的 就是仲用年轻球员 特别提升了 明露 亦仲用了加拿走 前面用了开孔 甚至乎 季尾的时间 用多了阿密特迪亚劳 这几个球员 这几个年轻球员 这几个球员 亦曾经试过 中斤用过金华拉也试过 这些等等 这也是 曼联尼近的祖军方针来的 似乎 这也为他 带来了救命草 其实 最主要 你问我的话 不炒坦克 除了这几样东西之外 其实以个成绩来说 他被人炒 亦都没得怪人的 没得怪人的 亦都合理的 如果炒他 但最终 为什么 我会觉得 他最终 都会留队呢 因为首先 你炒一个领队 不是说 纯粹单单 你现在打机 这样 打FIFA MACAREA mode 还是FM 炒就炒了 现实中 你是要有 Plan B想定 你有一个方案 应变方案 是怎样 应变方案 就是 你找到接班人 未谈得也好 都要谈到大半 差不多过来 你才好去炒 如果不是的话 你真是拿手不成勢 如果官乎市面上 和曼联传过的 一些教练的领队 有谁呢 例如杜曹 甚至肥袍 Thomas Frank 迪沙比 甚至乎 麦堅娜 老实说 杜曹这些 我一直都对他 很怀疑 是吧 你说真的觉得 炒了坦之后 请这些会好吗 亦不见得 真是不见得 是吧 所以 当 市面上亦不见得 有特别好的 所谓的接班人的时间 那你炒了他有什么 还有一样 坦克 现在 旧那份药 还有一年的期 一年期 炒令队 是要赔钱的 未够时间 不要忘记 赔钱的话 那块钱 是会撥进去 FFP 而曼联本身 已经被人盖住了 FFP 一段时间 若然又花多钱 又令到FFP的洞大了 那谁去填 谁去填这个洞呢 转会价格已经少了 每年的转会价格不断减少 因为FFP的问题 如果再增加它 那你要换血 增兵的话 就越来越困难 所以呢 所以你说 炒坦克 无论 在于 是不是真是 所谓的一些 credit 或者从 球会的一些 financial的角度看 个人觉得 坦克留任 都不是一件 坏事 不是一件坏事 当然啦 James Sir 自从 真的上任了之后 就是叫做 在去年的 圣诞期间 平安夜期间 终于买入了曼联的小股东 虽然他说是小股东 但是他要求就是说 他要主理这个足球部 入主足球部 要去负责 in charge 所有东西 所以呢 来到之后 James Sir 就是 本身一个 曼联球迷啦 他也说 他就是不想把曼联 成为了他手上的一件玩具 因为他对曼联是有感情 他真是想一间球会好 所以呢 他真是 会循序佔进 这样去改革 所以你见到James Sir 一来到之后 他去改革 不是说 什么球员 教练那些 不是最重点 不是最逼切的 那些 对他来说 特别教练团 不变应万变 可以的话 你看到James Sir开始 早的 管理层 是有点心思 即是那个方向是正确的 譬如他本身跟他过来 就是这个 比斯福特 就是这个 Blog Member 就入了董事局里面 接着CEO就在曼城 叫了贝拉达过来 接着 技术总监就找了 修咸定的韦克斯 也是前布利班的 球员 布利班的 列斯联的易峰 前英格兰国 还有就是 接着体育总监 艾舒和夫 艾舒和夫 在纽卡素那边 现在 正在放着Garden Leaf 因为曼联和纽卡素 还在谈解药金 即是转会费 可以说 买断他的约 还在谈刷 曼联当然想比较少 纽卡素站硬了 所以现在还在谈 拉锯 所以 为什么艾舒和夫 还未正式上任 但某程度上 马帝已经开始 在做事 所以 这几个 新的管理层 你见到 尖尔Sir开始 就是方向正确 而同样的 坦克 得以保住 税位 而换来的 就是被削权 可谓被削权 就是坦克 专心在 教球方面 就可以了 专心调兵 显将就行了 其余的专门 不用你担心 就由那些 中监 就是 韦克斯 艾舒和夫和贝拉达的铁三角去搞定 这也是现代足球越来越盛行的架构 所以坦克换来比输拳了 正常的坦克反过来 你有份提议收购的球员 比如袁规哥 马拉仔 光头拔 甚至Mason Mons 等等 眼光影真麻麻 来到曼联 要么就踢不出水准 要么就不适合踢 这么多个比较好一些 就是175而已 不过今季又容易伤 伤得多于什么 所以坦克被削拳 其实对他来说也不是坏事 就是专心教球 坦克教球行不行 见仁见智 但是下季见真章 见真章 再没有藉口 某程度上曼联的管理层 逐距另一件事 就不多不少觉得 就是得到的足踵杯冠军 坦克也保住税位 也有少少走回以前 之前废雀爷的那条路 因为当年废雀爷在90年的足踵杯 得到这个冠军 才可以继续留队 再开战之后的盛势 若然不是那个足踵杯冠军 的话 废雀爷已经被人炒了 同样地 若然今次坦克拿不到足踵杯冠军 也有很大机会被人炒 那会不会真的 但是你认为他幸好有什么 刚好时来运到 可以继续走回废雀爷的路 还是原来都是熔熔的 下季都过不了一季 那就被人移动 坦克 你要争气 也要争气 虽然今次我不反对你留任 但是若然出现更好人选 或者你的表现持续不振的话 那炒也无可口非 机会给了你 你懂不懂得把握 就看你自己了 OK 好了 今集时间到这里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放个like 和subscribe这条YouTube频道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还有就在YouTube按个小铃铛 收通知吧 正常来说有新节目 和live都会彈出来通知大家 还有followmypatchel来远路的IG 因为逢亲有新节目 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上出post 也会订上IG story 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